王阳终于留回了贝卡斯留下那张神秘的空白卡片的用法 成功破解了传说之龙的封印 召唤出传说中的三个龙骑士 这三个龙骑士果然是奥利哈康结界的克星 三人拥有难以想象的羁绊和实力 不光轻松击垮了奥利哈康的结界 还最终打败了达兹 将游戏海马和城之内的灵魂救了出来 可以就只救出来这几个人的灵魂 其他人的灵魂还被关在虚空之中 被多马的神快速吞噬 眼看无法获得王阳的灵魂 达兹索性牺牲自己 将自己的灵魂喂给多马的神 这样一来天地骤然变色 整个地球都陷入黑暗之中 各种极端自然灾难爆发 地球眼看就要陷入毁灭了 为了拯救人类 王阳海马和城之内来到漂浮在空中的亚特兰蒂斯城里 与达兹和多马神的合体大黑蛇展开生死搏斗 可王阳等人已经将自己的最强阵容全都召唤出来 大家一起攻击 竟然也无法撼动黑蛇分毫 究竟如何才能打败这个神呢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天上突然出现了神秘的七彩光芒 大家不禁拳头抬头往天上看 发现无数怪兽竟然都漂浮在半空中 为首的正是黑魔党少女 小龟那一声令下 怪兽们全都一起扑向黑蛇 他们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为主人保驾护航 海马赶紧让王阳和城之内回神 现在正应该配合怪兽们的攻击 调整自己的阵型 争取一举将黑蛇击垮 城之内指挥火箭战士 闪电之战士等怪兽攻击表示 海马指挥XYC神龙炮 刀锋战士等怪兽攻击表示 王阳则召唤混沌兵士 爆裂箭士 和磁石武神等怪兽准备攻击 此时怪兽一波一波地涌向黑蛇 黑蛇的身上被各种魔法攻击 出现了绚丽的光彩 但就在大家以为 这一波或许能战胜黑蛇的时候 黑蛇的身上突然弹出了无数闪光碎片 被闪光碎片碰到的怪兽 全都无声碎铃 闪光碎片越来越多 如机关枪一样 将周围所有怪兽一一击杀 就连传说中的三个龙骑士 也没有信念 王阳一行人的怪兽终于全军覆没 然而黑蛇继续向外弹射出 黑色如藤蔓一样的触手 将王阳城之内和海马全都抓走了 三人被抓到了黑龙身上 听到达兹的声音在虚空中响起 达兹说 奥里哈康之神的力量 正是源于那些被拘束的阴暗面 每个人心中都有黑暗的意念 这些黑暗就组成了奥里哈康之神 他们的灵魂在黑蛇的体内 黑暗面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而就算王阳等人真的侥幸 可以击败这条神蛇 只要他们心中的黑暗存在着 那多马的力量终究会复活 城之内开始怀疑人生了 难道之前大家做的所有努力 全都是白费的吗 就在大家心虚万千的时候 黑色的触手逐渐将他们三人包裹 这是大黑蛇打算 直接将三人带着肉就生吞了吗 城之内和海马终于还是没能挺住 被黑蛇吞到了身体里 只有王阳一只手就还挂在外面 艰难地挣扎着 关键时刻 王阳听到了游戏的鼓励 游戏让王阳不要放弃心中的呐喊 只要王阳能够坚持住 呐喊终究是会传到其他人耳朵里 唤醒他们的意识里 于是王阳开始不断在心中 对那些被吸收灵魂的朋友们说话 希望自己的呐喊会给大家力量 希望大家依靠自己坚强的意志 摆脱黑暗的控制 摆脱多马的操控 而在王阳的不断感召下 被黑蛇吞没的人们胸口 逐渐闪耀出金色的光芒 这些金光就是他们的希望之光 金光越来越多 全都飞入了王阳的决斗盘 黑魔岛少女趁机率领着 还没被黑蛇消灭的怪兽们 也纷纷冲下了黑龙 他们要用自己最后的力量 努力为主人们博得一个机会 而当城镇这等人的金光 完全进入决斗盘的时候 王阳作为法老王的记忆 短时间苏醒了 他变成了法老王的装束 跨越3000年的时光 王阳再次以法老王之名下令 让三幻神彻底苏醒 这三幻神本来是来这里之前 千年金木放出来的 当时王阳还不知道 这已经没有了能量的牌有什么用 现在他知道了 三幻神的能量 正是朋友们支持他的友谊之情 随着王阳的一声号令 一阵强烈的光芒 将海马 城之内和王阳 全部都从黑蛇体内拉了出来 与此同时 天空出现三团光直射而下 许久未见的欧贝利斯克 奥西里斯和拉之一神龙出现了 操纵着黑蛇的打资没想到 三幻神能在这时候复活 他心中发絮 直接让黑蛇钻进云层里 但三幻神紧随其后跟了进去 此时王阳的灵魂也化作一道金光 跟着飞到了云端之上 看到黑蛇张开血盆大口 大大吼出声 想叫三幻神震碎 可三幻神毕竟也是神 他们扛出了黑蛇的攻击 反而扑下去 狠狠对黑蛇发动攻击 这是神与神的战斗 强大的力量 让整个天空都为之震产 黑蛇也愤怒了 张开大嘴喷出强大的光柱 眼看光柱即将打到三幻神身上 王阳指挥欧贝利斯克 用神拳粉碎机 奥西里斯使用招雷弹 拉着异神龙使出神吸加冬 三道光束与一道光束 在半弓中对撞 天空好像漏了一样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窝口 这就是神的力量 是凡人完全无法比拟的 在这惊天动地的碰撞中 最终终于是三幻神更胜一筹 三股强大的力量联合在一起 成功将黑蛇的光芒逼了回去 并击中了黑蛇的本体 黑蛇身上开始暴力 最终从云端坠落掉入海中 随着黑蛇坠落 无数为他吞噬的灵魂 全都飘了出来 那些灵魂漂浮在空气中 逐渐恢复了意识 巴龙的灵魂轻轻呼唤着 孔雀武的名字 将孔雀武的灵魂 从昏迷中唤醒 看到自己已经离开了 黑蛇的身体 孔雀武十分意外 之后才听巴龙说 他们是因为城之内 和游戏他们的努力 才得以离开黑蛇的 孔雀武神色复杂地 看向城之内 这个自己曾发誓 一定要战胜的敌人 并不是自己的敌人了 巴龙随后就带着 孔雀武的灵魂离开了 这时 拉斐尔的灵魂 在弟弟妹妹的呼唤下 也悠悠转醒 他终于看到了 自己亲人的面庞 爸爸 妈妈 和弟弟妹妹 他们随即化入光点 进入了拉斐尔体内 至于亚美鲁达 也总算看到了 自己的弟弟 在达兹和多玛被击败后 天空恢复了原有的蔚蓝 被夺走灵魂的拉斐尔等人 也都逐渐醒来 性子也知道 游戏他们成功了 可大家还在亚特兰蒂斯 应该如何回来呢 这时 一道黑气从海底酸出 冲向亚特兰蒂斯大陆 亚特兰蒂斯大陆猛烈的震产 眼看就要塌陷了 众人只好赶紧向传送门跑去 好不容易到了附近 城之内和海马想都不想 一跃跳进了传送门 游戏正要跟着跳进去 突然亡样阻止了他 亡样感觉到 一种神秘的气息 正在向这里靠近 他和游戏回过头 果然发现了达兹 正站在他们身后 达兹浑身散发着黑色的气息 那黑气竟然凝聚成了 一条黑色巨蛇 没想到 他在三幻神的攻击下 还是没死 亡样赶紧指挥提麦欧斯 挥剑朝着黑色巨蛇攻击过去 他一剑劈下去 没想到 黑蛇的伤口转瞬就恢复了 黑蛇还一尾巴 将提麦欧斯抽飞 亡样赶紧将提麦欧斯 收回决斗盘中 而被大蛇包裹在内的达兹 只是声音清冷地告诉亡样 看来攻击并不能 消灭奥利哈康之神 这条大蛇 是奥利哈康之神的真面目 它是人在这个星球 所留下来的怨恨 只要这个星球 与人类不消失 奥利哈康之神 就绝对不会消失的 亡样知道不好 让游戏赶紧逃 自己留下对付这只可怕的大蛇 黑蛇这是冷冽地看着亡样 而亡样到了此刻 已将清楚自己灵魂现实的 真正原因 那就是为了打倒奥利哈康之神 终结这惨无人道的循环 这是自己身为法老王的责任 他对着黑蛇大叫着 到我这里来吧 你的愤怒 你的怨恨 我全部接受 把这个星球新出的黑暗 全部放到我这里来吧 随即只见大蛇的头 突然急冲向下 一股黑色的气流 将亡样牢牢裹住 亡样在黑气中痛苦咆哮 游戏冲过来 他想将亡样救回来 可是依然被亡样阻止了 他说 这是他自己的战斗 这是他赌上正义与信念的战斗 游戏愣住了 他记得当初亡样 使用奥利哈康的结界的时候 也说过同样的话 可是游戏知道 虽然亡样说的话一样 但心态已经完全不同了 亡样现在知道 自己身上背负着什么 他不会再误入歧途 让大家痴心错付了 黑色的气流 不断侵蚀着亡样的身体 然而亡样身体虽然痛苦 他的心中却还有 黑暗无法烧尽的东西 亡样不断回忆着 那些朋友们倒下的画面 爱恩哈特他们 被雷电击碎的画面 城市内毫无生机地 躺在自己面前的画面 海马为了保住自己 还让自己踩着 他的尸体前行的画面 一桩桩一件件事 全都回荡在亡样的面前 这时 达兹说 这些全都是因为亡样 亡样才是一切黑暗的根源 只能说达兹的POA技术 真的十分高超 亡样当时真的相信了 这些鬼话 差一点就按照达兹说的话 了结自己的生命 可最后还是 与朋友们的羁绊救了他 亡样知道 自己虽然已经 没有了之前的记忆 但现在拥有的记忆 也一样十分珍贵 他与朋友们之间的 羁绊不会断裂 所以现在亡样的心 再也不会迷茫了 他心中已经被 友谊装得满满了 有了这股强大的力量 亡样相信 自己绝对可以战胜 可怕的奥利哈康之神 亡样尽全力 与奥利哈康之神对抗 终于 奥利哈康之神仰天长笑 整条巨蛇 再也支撑不住 逐渐升上天空 地球上的可怕 自然灾害纷纷消失 海啸不见了 阴暗的天空变晴朗了 黑暗的气息 也都消失了 云霄雨季 亚特兰蒂斯的天空 再次恢复了战蓝 然而亡样这时 再也支撑不住 向后倒去 还好有游戏 在后面扶住了他 达兹从昏迷中苏醒 一到亮光中 他看到了自己 久违的父亲和女儿 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埃恩哈特告诉达兹 他所肩负的黑暗和夜长 已经全都被 无名的法老王扛下了 所以达兹终于能自由了 埃恩哈特让王样 赶紧从传送门回去 王样和游戏终于不再犹豫 肩并肩走进了传送门 巨大的亚特兰蒂斯城 从天空坠落入海 引发了强烈的波浪 袭击着海马 他们所在的小岛 城之内和海马 刚好从神殿里跑出来 大家必须赶紧上飞机离开 性子询问城之内 王样和游戏 为什么没有跟回来 城之内和海马 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 他们好像凭空消失了 现在海浪越来越大 他们已经没有时间 细想这些必须马上撤离了 而飞机刚刚起飞 小岛就被海啸吞没了 在飞机上 城之内无比懊恼 自己怎么能为了苟且偷生 将王样和游戏 扔在那个小岛上呢 在游戏的各个角落里 那些被达子夺走灵魂的人 纷纷转醒 昆虫羽额和恐龙龙旗 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要找城之内和游戏去决斗 而亚美鲁达也缓缓睁开眼睛 他是没想过 自己还能有苏想的一天 好在弟弟的玩偶还在自己身边 他拿着玩偶 想起海马说过的话 从始至终 亚美鲁达一直认为 是海马集团的人 害得他弟弟身亡 一直心心念念地要复仇 可海马说的没错 其实并不是海马集团杀的人 难道有人用菜刀砍了人 你还能去找卖菜刀的人报仇吗 亚美鲁达只是痛恨 自己没办法拯救弟弟的性命 他迁怒海马的 他忽然想起海马豁出性命 也要保护弟弟木马的安危 比起护帝狂扑海马 自己确实是输了 如果当初自己能有海马的精神 弟弟或许不会死 但事情毕竟已经发生了 亚美鲁达也想开了 他决定好好活着 替弟弟好好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巴龙也清醒了过来 他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 哪怕经历了那么长的时间 每当回想起 他跟城之内最后的那场战斗 巴龙依然会既紧张又害怕 心底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兴奋感 城之内真的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对手 他让巴龙第一次心甘情愿地 将自己心爱的女人拱手让人 巴龙看着自己旁边的床铺 显然恐秋武曾经跟他躺在一起 而如今恐秋武也已经离开了 恐秋武记得在之前的战斗中 城之内拼死也要让自己感受到他的心意 哪怕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 也依然要战斗 现在恐秋武终于能感受到 城之内心里想传达出来的心意 失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沉溺在失败的心情里爬不起来 从此彻底沉沦 现在恐秋武已经可以正式失败了 他决定要继续努力 等有朝一日 他成为了能真正配得上 城之内和巴龙的决斗者 他还会再回来呢 游戏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发现自己陈述在一个岛屿上 一阵光芒闪过 黑魔岛少女和三个传说龙骑士 出现在游戏面前 黑魔岛少女十分开心 王阳和游戏没有实验 真的拯救了人类世界和怪兽世界 至于那些被奥利哈康之神 释放出来的没有肉体灵魂 全都会被黑魔岛少女 带到怪兽的世界去 三个龙骑士和黑魔岛少女 与王阳和游戏告别 随后便飞下天空 跟着起立的云霞 一起回到了决斗怪兽的世界 在飞机上的城之内等人 看到了天边的绚丽的云霞 云霞下方正好是三个龙骑士 和黑魔岛少女在飞 他们知道 这些怪兽是要回到自己的世界了 果然下一秒 海马和城之内手中的卡牌也消失了 这一切好像梦了 这时 大家在海岛上看到了游戏 直升机缓缓降落 众人兴冲冲地将游戏簇拥上了直升机 游戏看向身后的王阳 他知道 王阳心中还有着节地 因为王阳体内封印着这个星球的诅咒 有朝一日 王阳如果被自己心中的黑暗所疑惑支配的话 他心中的诅咒也会随之复活 不过经历了这么多以后 游戏对王阳充满信心 因为王阳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们 他凭借自己的力量 超越了心中那片虚无的黑暗 所以现在 他的灵魂已经重生 成长为真正的法老王了 他们将一起接受新的挑战 向着最终的目的地 一起出发 我是黑白 下期见